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呢,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在8月准备组织大家呢,到承德和张家口这两个地方呢进行游学 可能大家不知道啊,民国的时候啊,像这个承德属于热河省的省会 张家口呢,是查哈尔省的省会 当时呢,这两个地方都不属于今天的河北 热河、查哈尔、随远、宁夏,这是民国时期的赛上四省 所以咱们这一次呢,等于去两个省会 那么热河呢,就是承德,大家不用说了,明文侠尔的避暑山庄和这个外八庙 这个外八庙呢,我们能去开放的四个 须弥福寿、普陀宗称、普宁寺和安远庙 另外呢,承德博物馆非常有名,虽然只是一个市级博物馆 但是这个对于青史,整个就一部完整的青史 所以大家也知道,我比较擅长的就是这个辽宋夏金元清 这些北方民族的历史 所以到那儿呢,就特别适合我去讲 另外呢,张家口呢,我们主要去到张北元中都遗址 我们大家都知道元朝有上都,有大都 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元中都 武宗海山时候立的一个中都 所以那儿呢,也是能够把这个元朝的历史完整的给大家串起来 这也是我比较拿手的段子 所以呢,您如果参加我们这次承德张家口的游学 保证呢,您不需此行,如果你感兴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 谢谢大家 好,咱们言归正传 之前呢,在节目里啊,咱们经常提到一些高加索民族和中亚民族 他们自身实力有限,又紧爱着俄罗斯这恶林 在近现代呢,俄国的一系列民族政策让他们背景离乡受尽歧视 至今地位仍然十分尴尬 近现代欺凌弱小的流氓国家不止俄罗斯一个 日本呢,也是其中之一 他们曾经威逼利诱大量的朝鲜人去日本 直到今天呢,这些在日本的朝鲜人仍然和当地人有着难以消弭的分歧 第一批在日朝鲜人来自十九十年末 1895年甲午战争之后 朝鲜呢,就逐渐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在日本统治者眼里啊,这些朝鲜劳动力就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人矿 第一批朝鲜人矿来自1897年 日本左鹤县的一家碳矿 为了应付,因工资飞涨导致了矿工不足的情况 开始雇用朝鲜人 这是目前日本雇用朝鲜人的最早记录 与同时呢,朝鲜农民恶劣的生存环境 也是推动日本朝鲜人数量增加的重要因素 日本对朝鲜的土地资源济予已久 早在未吞并之前 就指使朝鲜统监府建立土地调查局 开始土地测量 在日本人的设想当中 朝鲜人只用做两件事 替日本种粮食,买日本的商品 以此为指导思想 殖民当局制定了产米增值计划 强令朝鲜人种大米 并鼓励日本国民到朝鲜拓植 用低价强行购买土地 把朝鲜自工农变成破产电农 大批的朝鲜农民因此流离失所 被迫移居海外以求生路 对于这些朝鲜人的到来 日本社会的态度很复杂 一方面呢,日本正在面临工业化 造成劳动力不足 朝鲜人呢,确实能够解决活没人干的问题 但是由于这些人语言不通 素质差 在日本呢,只能承担一些低端的体力劳动 比如搬运工啊,建筑工啊 会遭到日本人的社会性歧视 再加上日本政府也担心 朝鲜劳动力无节制的涌入 会冲击日本国内的劳动力市场 因而呢,对他们进行了很多限制 虽然朝鲜人名义上 已是日本帝国的臣民 但是与日本人可以自由往返不同 朝鲜人渡航赴日 则需要准备很多证明 一开始要携带十日元的财产 后来这个数字进一步涨到了六十日元 对于日本人来说啊 这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那时候的日元就是银元啊 就跟中国的现代洋一样 海军士兵不吃不喝 要三年才能攒出六十日元 对于朝鲜人来讲 能拥有这些财产就更为稀少 很多人都是拼命借钱 找中介开假证明 才混到去日本的机会 那些千辛万苦 跨过高门槛的朝鲜人 接下来面临的也可能是日本各界的仇视 由于文化上难以融合 加上两国的民族主义问题 相互之间的对立就特别严重 1923年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八级大敌人 波及一辅六线 超过十万人伤亡 灾难发生之后 有关于朝鲜人投毒 朝鲜人抢劫的传说迅速蔓延 日本内务省向各地区长官发电报 下令对朝鲜人采取严密措施 此外还通知东京附近城镇 组织居民成立自卫队 警戒朝鲜人 而日本民众在收到这些消息之后 仿佛是得到了暴力许可 对朝鲜侨民展开虐杀 前后有上千名朝鲜人被打死 而日本政府的态度呢 只是高高举起 轻轻落下 对施暴者都是从轻判决 基本上属于罚酒三杯 哪怕是有罪大恶极的 赶上第二年年初 御人皇太子大婚 政府宣布大赦天下 那些判刑的呢都被放了 然而讽刺的是 由于重建灾区需要劳动力 关东大敌战之后 朝鲜人不但没有停止去日本的脚步 反而又出现了新一波度日的高潮 几年后 由于日本频繁对位侵略 本土精壮都参军去了 去日本的朝鲜人进一步增多 到了1945年 日本国内有超过了200万朝鲜人 占朝鲜半岛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还有几十万朝鲜人 直接加入了日军队伍 你比如韩国总统朴正希 在二战的时候呢就是日军少尉 日本名叫高牧武雄 这些朝鲜人由于在日本社会备受压迫 到了中国战场之后呢 一下就从人下人变人上人 开始变本加厉的释放自己的野性 老舍在四字同堂里就写过这些朝鲜兵 他们路过摊子不但要抢 还得祸害点拿不走的东西 相比之下 只抢东西不祸害人的日本鬼子 都显得儒雅随和 日本战败之后 这些朝鲜人开始了回家之路 然而这一路走的并不平坦 日本政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规定 朝鲜人在回去的时候 只能带一千日元现金和250磅行李 这个严厉的规定 让六十万在朝鲜 已无横产和生活基础的朝鲜人 只能选择留在日本 其次呢 由于冷战到来 朝鲜在1948年分裂 南北一分裂让在日朝鲜人 陷入了极端尴尬的处境 不管是在现实层面的国际问题 或是在精神层面的民族认同问题 都陷入了疑惑和分裂 这些朝鲜人呢 在疑惑之中选择了抱团取暖 四五年的九月 各地成立的侨民团体 成立全国统一性组织 在日朝鲜人联盟 由于经常和当地日本人发生冲突 这个团体被强行解散改组 改名为在日朝鲜人总联合会 简称了朝总联 在朝韩分治之初 很多人对苏联体制有好感 因为韩国政府里过去的伪官太多 选择支持朝鲜 这样一来呢 一些倾向资本主义体制 会是对金家王朝没有感情的人 就从中脱离 成立了在日大韩民国民团 随着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 朝总联和民团陷入更深的对立 逐渐成为两个国家在日本的代理人 韩国当局为了支持民团 鼓励他们和日本黑帮合作扩大影响 结果是民团在日本社会很不招人待见 另一边呢 朝鲜也不怎么样 朝鲜政府把朝总联当成自己的肉喇叭 让他拼命在日本宣传朝鲜体制的优越性 而且呢 为了争取到侨民无所不用其极 甚至使出绑架等手段 把人带回朝鲜 因为形势过于极端 而且和朝鲜政府绑定太死 朝总联的形象也走向负面 今天在日朝鲜人当中啊 有95%持有韩国国籍 而拿朝鲜国籍呢 只有5% 这5%呢 发自内心拥护金家王朝 每年呢 都要打出一部分收入无偿送给朝鲜政府 今天朝鲜政府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 就是朝总联 咱们都知道 宇宙真理的掌握者金大将军 出门呢 喜欢做麦巴赫 而麦巴赫早就对朝鲜实行禁运 据说呢 就是通过朝总联买的 此外呢 在战后几十年的融合中 还有很多朝鲜人 直接选择加入日本国籍 日本影星龙大介 就是朝鲜后裔 他在黑泽民的电影影舞者当中 扮演知天信长 乐天极端的创始人也是朝鲜人 这家企业的总部在日本 后来因为在韩国的业务十分成功 以至于让人们都认为他是韩国企业 可以说呢 经过战后几代人的融合 在日朝鲜人和日本社会的矛盾 没那么尖锐 现在影响最大的呢 已经不是日韩之间的对立 而是半岛之间的对立 这个矛盾只有半岛问题不解决 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好了 关于在日朝鲜人的历史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的